嗨,大家好,欢迎来到AI观察员频道。我是小瑞,祝您今天拥有好心情。 这两天,有朋友在评论区问,我的视频配音是怎样做的,我回答使用的是微软语音。 不过想到用微软语音的服务对没用过的小伙伴来说也有些准备工作要做,那这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啦。 虽然微软语音中几个主播的声音在网络上已经比较泛滥,但这也正因为它的声音合成很出色对不对? 好啦,我们不说废话,叫成这就开始啦。 要使用微软的语音服务,首先需要注册Azure账户。 打开azuremicrosoft.com,如果你只想使用语音服务,那么点击开始使用或是免费试用都可以,你只需要为付费内容付费,语音服务在每月50万字的范围内是免费的。 不过,如果你想试用虚拟机等其他服务,可以选择免费试用Azure,你的账户会在一个月后转为即用即付。 登录微软的账户后,需要创建Azure账户,注册过程中可能需要填写信用卡信息来验证身份。 注册好后登录账户,你会看到这样的界面。 微软Azure提供的服务很多,注意,如果你不是非常认真地阅读了所有条款,不要轻易试用各种服务,有坑的。 小瑞就带大家直奔目标语音服务了。 我的页面语音服务在最上面,你的可能没有,我们要把它从众多服务中找出来。 下拉找到AI机器学习,语音服务在这里。 点击进入。 进来之后需要创建服务才可以使用。 我们来点击上面的创建。 填写这里的信息。 资源组一栏点新键,取名字。 区域选择,小瑞用的是默认的美国东部。 你也可以试试东亚什么的。 名称取一个。 下面的,因为我已经创建过,所以这里只有S0,第一次创建应该是F0的。 选择F0。 F0语音资源,神经网络声音的免费配额上线为每月50万个字符,每个文件限制为3000个字符。 后面的这些都可以默认不去管它。 审阅并创建。 成功后等待部署。 立即部署成功了,有时候会稍慢一点,等一会儿就好。 现在我们可以使用语音服务了。 点击转到Speech Studio。 在这个页面,你要下拉到下面的文本转语音,有声内容创作。 点击进入。 这就是你以后的工作界面了。 如果你以后会常用到它,最好把这个页面收进收藏家,这样每次打开,可以立即开始工作。 这里有文件加管理功能。 我们新建一个文件。 拷贝一些内容进来。 你可以在右侧选择语言,里面有非常多语种,我们找到中文。 中文也有一些很地道的方言,做视频配音应该会比较有趣。 比如,我们听一下中原官话陕西。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AI观察员频道。 台湾普通话。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AI观察员频道。 我是小瑞,祝您经常。 大家常用的都是普通话吧。 点开普通话简体。 这里有很多主播。 依次听听,选择最适合你的或者说你最喜欢的一个。 怕是不怕人,可是 下家本也有人送了一台科班戏。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来临分分。 全国普惠型小微。 其实,我并没有什么。 微软的合成语音真的很牛爱。 第一次听,几乎可以以假乱真。 当然现在,因为网上太多这些声音,已经很容易分辨了。 小瑞用的是小小的声音,我们来听听。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AI观察员频道。 说话风格我通常用默认。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AI观察员频道。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AI观察员频道。 高级,自定义参数多数情况下是不需要更改的。 如果用作剧情配音,可能需要很精细的调整。 语速音高和音量可以看需要调节。 小瑞常用的是语速提升至1.2倍,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AI观察员频道。 我是小瑞,祝您今天拥有好心情。 在这里做个小调查,你们希望我的语速更快些吗? 因为我平时看视频学习时,多数是会调速到1.25到1.5倍, 所以听他慢悠悠地讲话有点着急。 调整好这些,试听效果,记得检查文本,改改错字。 如果有读错的字音,可以把字换成另一个同音字, 这种情况偶尔会遇到。 在分段上要注意,文本和视频内容时间线匹配紧密的部分, 要多分段落,否则也可以放在一大段里。 这涉及到我们导出时的选择。 导出时选择保存到本地磁盘。 这里,你可以导出为整个文件,也可以导出为分段的音频文件。 我通常是会导出分段音频, 这样在匹配视频素材时可以做更为精准的调节。 如果某条音频想改变内容, 只要再回来重新保存导出这一条就可以了。 分段导出的音频会被压缩在一个文件包里, 下载到本地解压缩即可。 使用微软的语音服务文本转语音, 为视频配音,你学会了吗? 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小瑞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如果您认为我的视频有趣或对您有所帮助, 希望您能为我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感恩。